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隋朝是皇 唐朝是圣 宋朝是父 明朝是奸 清朝是衰 挺有意思的 那不知道用什么字来形容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在小编看来 应该是和字 和平的和 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历史 面临过种族的差点灭亡 也曾经超越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终于明白了和平的真正意义 并忠实地拥护着它 军统的特路投资戴笠 不仅是蒋介石最忠实的走狗 更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情报天才 一手创立军统这本神秘帝国 享誉中外 外国人称 戴笠是中国的配件 中国台湾称她是顶梁柱 而中国大陆则称她为女人的特性 婚姻对于戴笠而言 就是一个附属品 可有可无 但女人却是戴笠的必需品 来满足生意需求 她们像玩物一般伴随在戴笠左右 不敢奢求名分 就连川岛芳子 南造云子 李香兰等日本女间谍 无论是多硬的骨头 只要戴笠在立架期间强迫她们做一件事 她们都会选择臣服在戴笠的脚下 日本明治维新后 便设立了扎广语言学校 专门培养女间谍学习中国语言 并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女间谍 来获取机密情报 最为出名的便是918事变 三井城子潜入国民政府军统内部 获取国民政府大量的机密情报 协助日军侵略计划 导致东北沦陷 而唯一能和这些女间谍抗衡的机构 便是军统局 戴笠专门针对日本女间谍 组建反间谍情报组 抓获了大量女间谍 审问时 女间谍都拒不承认自己是间谍 甚至获取不到一点有用的情报 这时审讯员会把女间谍关起来 让他们将近一个月再审 正当女间谍来了立驾 对周围的事 我放松警惕时 审讯员便回到牢房 把他们押出来 再把兵机遇骨型搬出台面 女间谍们就会立马招供 所谓的兵机遇骨 就是等女犯人来立驾时 将女犯人所有衣物退去 强迫她们赤身坐在冰块上面不得已动 这对于女生而言 是非常残忍的 没有动作 便是最大的痛苦 一个月不舒服的那几天 醉际寒冷 吃点冷时都会肚子绞痛 造成血液不流畅 加重痛经 甚至会引起公寒导致不孕 面对这一大块冰块 寒气突袭下神 肚子绞痛将是吃冷时的摆背 又有哪个女人能承受得住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